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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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3322加1.2或者1.3就入到大學呢? 或者是不是就可以在香港 很穩陣地讀到學士學位課程呢? 我見大家都零頭了 再問一個盡心的問題 那要多少才讀到? 這個就很有趣了 就好像看相一樣,是不是? 那個分是怎樣來的呢? 大家剛才說了1,2,3,4,5 那五星我當去多少分? 六分 五星星當去多少分呢? 七分 如果我們以五科來計 那個五科其實有很多種計法 五花百門 但是我總的來講 五科的話 去年是要大概21至2 第一年 2012年第一屆的文憑士的同學 如果在Jupus裡面想拿到一個學位呢 那個分數量大概是20 20容易點計算 你將20除5 就是每科要拿4 非常好 即是說上一年的話 你全4 不夠 那要怎樣? 那就是要有些4 有些5 如果我們說職業訓練局 我們經常都聽到的 究竟職業訓練局有哪些是屬於他 有哪些不屬於他呢? 我們快一點就給大家開估了 原來職業訓練局的家庭是很大的 它包括很多東西 我們來到這個升學的階段 如果大家是一個中六同學的家長 你比較關心的 可能我們經常都聽到就是 Ivy, Ivy, Ivy 但其實Ivy 只是在整個VTC系統的裏面 一個成員而已 The Eye剛才說了 那個香港高等科技學院 就是VTC提供本地學士學位的一個學院 如果說高級文憑 那就會Ivy OK? 其他當然還有很多不同 不同資歷的進修的途徑